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我国跨境电商行业 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一股新势力 本届广交会也首次新增 跨境电商和海外舱展示区 由11个省份组织 158家跨境电商和海外舱企业参展 凸显跨境电商在外贸领域的重要性 当记者在广交会上见到张浩一的时候 他正带着同事挨个对每个展馆 每个展台进行扫管 在他看来 今天所有前来广交会的出口参展企业 未来都有可能独立发展跨境电商业务 都是他潜在的客户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北美的海外舱 那么对于腾以这种比较轻抛的货物 我们一键带发的渠道的体积系数 是有很大优势的 从昨天到今天 大概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已经接触了200余名 有异项的客商 然后其中已经完成了 十几家的初步的签约 而且有一家已经在当场 完成了具体的签约 试图在广交会上开发潜在客户的 不只有张浩仪 郭靖所在的企业 主要是帮助跨境电商企业 在境外的营销 帮助客户提高货客精准度 这一次他们也收获颇风 从昨天到现在是一天加一上午 一个半天的时间 平均每个人有20多个一项客户 这样的话整个团队四个人 大概100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效率还是很高的 其实你会吗 那我们l göz的 帮他 drops